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Apple的頻道 我是Anthony 今集又來講講Night Core的新電子吹氣機 上一集介紹完BB Nano 就是一個專給攝影器材 相機、鏡頭用的吹風機 很方便 大家如果有留意 也深水清 看到其實Night Core在同一時間 它是再推出了另一部機 就是身邊這一部AD10 也有些客人很快已經問 兩者有什麼分別 跟它過往的BB2、BB mini 有多一部 究竟有什麼分別 立即開箱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AD10 它是一個專業用的無線吹氣機 它的用法其實跟我們之前介紹的BB Nano系列 是有些不同的 我們立即開箱給大家看看 其實整體來說 整部機器都挺大的 比起BB Nano 我現在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整部主機 我現在拼了一個Nino 是不是突然覺得很小的呢 雖然你看到它這麼大 但是它的手感是非常之好 真的好像一把槍一樣 剛剛好可以手握 配件方面 其實它有三支吹氣嘴 就是不同形狀 就給你不同的用法 包括有掃 還有扁頭 用法就這樣很簡單 一拆下去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給你按你的需要去更換 那機身其實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它這裡就是一個 好像人家駕駛油門一樣 這個跟我們之前的BB Nano BB2那些系列有不同 其實它可以 你像駕駛油門一樣 按不同的力度 它的風速是有所不同的 這個是可以自己調節風速的 所以這個是其他系列 是沒有其他系列 其他那些 都可以設定好一檔二檔給你 Turbo、不Turbo、正音 你不能調節 但這個就可以調節了 它下面有一個開關器 它是Type-C充電 同樣 今次也是沒有鍵盤送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Night Core已經沒有再跟鍵盤了 而另外這裏就是那個Wallel 你其實都可以打開 這裡是第一塊濾濾 必要時如果用得久 覺得風速沒有那麼好的話 就要插出來洗一下它 掃一下它 大家近鏡看一看 其實你會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Wallel 但我這個眼睛這樣看 其實這個Wallel 我相信它也是跟BB2的設計 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它拿得專利 而且這個設計 就是黃色 還有一些善業的設計 跟BB2是很相似的 應該都是用同一組的物料去做的 好處也是有一個LED燈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一邊吹 一邊吹 一邊照著來吹 而且它可以關門的 不開也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是開機 用的時候 它默認了 一定會開的 所以一邊吹 我們現在教大家看 怎樣用 我們現在講一講它的用法 雖然是按 但是按它也有些巧妙 這個就是那個 板手 開啟機之後 開啟燈 開啟燈 其實你就可以 一下子按下去 它就會啟燈 按你用的大力 小力 它就會給你不同的風速 小力一點 它會慢一點 你按到最盡 而且一放手 它就會消失 這個是靠你的感覺 和經驗去控制它的風速 可能你會說 如果我想要固定一個風速的話 你經常要保持手指 那個力度就會很煩 這個又是另一個模式 這個持續的模式 只要你開啟機的時候 長按這個開關鍵 長按大概一秒 你看到它會亮了 這個風速是最慢的 我沒有按任何按鍵 它也有風吹出來的 但是如果你譬如說 我想它更猛一點的話 你是靠自己的手 按下去 然後在你想要的風速裡面 維持著一秒 它就會跟著繼續下去 去繼續它的風速 如果你不夠一秒的話 它就會回復回之前那個 我現在示範給你看 我現在加速了 我現在放了手 它也是保持著風速去做的 只要我按下去 只要我按下 小小力 它就會返回最小的風速 這個也是方便的 譬如你有時長時間噴的時候 它就比較方便 但它不會讓你按下去 因為始終它過熱,大約吹到三分鐘,它就會自動停機 關機就是這樣,它就會關機 大家近鏡看一看,其實我開了一陣機,其實這裡已經有些塵在這裡 不知道大家透過這個畫面看不看,我試一下放近一點 所以證明其實它吸塵的力度有多強,出的風也很厲害 究竟有多強,又拿了這個拍檔出來,去看看風速究竟有多強 官方的數字每小時可以去到85公里每小時 如果最弱的話,也有25公里 我們現在試一下究竟是否真的強成這樣 好,我們用這個最標準的嘴,先打開機 接著設定到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試一下 我們現在是最弱的一檔,試一下出來是多少 準啊,好了 好,出來的效果是大約25公里 每小時現在我測試到27.2公里 在這個最弱的情況之下 其實廠方的數據是可以用到大概20個小時 電量是可以用到20個小時 如果我去到最盡的時候 不知道它又可以去到廠方說每小時80公里呢 嘩,果然厲害了 我們剛才試一試 廠方說它最高的速度是可以去到每小時85公里 但是我們出到現在超速 每小時180公里 果然厲害了 可以最快的風速去到百多公里 簡直是10號風球那麼厲害 好了,試完這個測試之後 居然可以讓我們測試到最高的風速 可以超過近乎100公里每小時 都挺厲害的 不過就真的吵了 大家用的時候 都要看看周圍的環境 不要吵人家 這個機器如果在最高的風速的時候 運行就可以運行到50分鐘左右 這是廠方給我們的數據 至於重量方面 大概是324克 不算重的 不過這個體積方面 老實說,我開頭第一次看照片 我都覺得很棒 但當我倒手之後 拿上手後 你會發現其實都挺大 大家看到比例上都挺大 比起我們BB Nano 當然這些就一定不是讓你放在家裡用 就不是讓你拿出去用的 所以這些大小又不是很重要 反而握手和操控 好像一把槍一樣 可以透過按壓的時候 控制速度 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記得當時 在做器材代理 在維修部的時候 看到一些師傅 師傅每個座位 都有壓縮器槍 那些槍就像這個 當然是比較小 還有全金屬的 像模型噴嘴槍一樣 噴油槍一樣 那些是用來噴機 通常師傅看到他 拿了手機就會不停噴 噴走上面的塵 其實是很有用的 因為那些壓縮器體夠力 師傅說夠力 噴走所有東西 但師傅經常提醒我們 因為我們有時有什麼事 就拿東西進去 有時可能想把電話乾淨一點 拿電話進去噴一下 師傅也有提醒我們 用這些的時候 千萬不要去到最盡 不要一來就去到最大油門 這樣衝過去 會影響到手機 無論你是相機、手機都好 例如想噴CCD 甚至菲林機想噴一噴菲林的位置 但有時不知道風速太強 會否吹動到裡面的零件 所以這個也很小心 尤其是用這些噴你們掃畫相機 可能噴一下電池位 噴一下插卡位 可以的 但千萬不要去到最大風 總之輕輕地吹就已經很夠 最大的反而可能會有反效果 這個大家要記住 至於用途方面 究竟它是否只是噴相機 攝影器材 不是的 廠方也和你區分了 BBnino BoaBaby這個系列 主要是真的用來相機用的 你看到它出的配件 全部都是很專門為相機和鏡頭用的 至於這個AD系列 就不只是相機 當然了 你不要用來噴鏡頭 因為它的鏡頭不一樣 但是它其實是用來 譬如說 鍵盤 電話 即是數碼的產品 你都可以用來用的 譬如說 你電話想清理一下 插電 USB電 或者耳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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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用的 或者鍵盤 有時想清理一下 鍵盤 都可以透過這部機器 可以用 其實它這個用途 相對於 比較多 什麼產品都可以用 所以按照自己的需要 這部機器應該是家用的 應該都不會拿出家用 有興趣的 記得去我們 Artboard的網站 HATV Mall 甚至乎是我們經銷商店 都會買到的 原裝行貨一年保養 大家不用擔心 有什麼就找回我們就可以了 今天介紹完這個 希望你喜歡 下一集我們還有其他 NICOR的產品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一個無線尿袋 我們下集再跟大家分享 不走前記得點贊 分享留言 今天先說到這裏 下集再見 拜拜